天下,因為它的資料真的很多 資料真的很多,所以它也有分 那你往下走,走到最下面 天下往下走到最下面的時候 您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叫RSS對不對 你就來訂看看 但是因為它資訊很多,所以它怕把你淹沒掉了 所以它有分很多的類別在這邊 看你想要訂哪一個 有沒有,看你是要精選的 還是說你只要特色新聞 還是天下的影音 還有什麼天下閱讀 但是你在這邊點的時候 它上面有告訴你說你還要將什麼軟體有沒有 在這邊它說你又要閱讀天下的還要將什麼軟體 那其實你不要那麼麻煩 因為Google,假設你用Google機密它會自動判斷 因為我們剛剛在這邊的時候如果你直接點 它會直接出現那個下載的畫面 有沒有,是不是直接出現下載 其實您不用擔心 只要有提供RSS訂閱的話 我們利用Google它也有提供訂閱的服務 你可以按右鍵 把這個地方 就是把它的這個連結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好,複製起來之後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閱讀器裡面 你看Google這邊有沒有提供一下訂閱的 你就直接點了之後 然後你把它的網址把它上到這邊來就好了 按下新增 這樣你就訂閱成功了 它會自動判斷 等於說你不用再 我們原則這樣盡量可以 就不需要用線上服務就好了 不用再增加其他軟體 好,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裡 你看你的左手邊 應該會像我這個一樣 會增加一個 有沒有 增加一個位別出來 在這邊 好,那 萬一啦 萬一你真的不想要的 可以從這裡 選了之後 告訴他 我不想訂了 這裡就有一個叫取消訂閱 好,取消訂閱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這樣就可以 這樣OK嗎? 好,你看像你 這個天下的也是很常見的嘛 常見的這個網站 所以你用這樣訂的話 你就不用一直跑去他網站 去看說有沒有哪裡有新的 當然 剛剛那個企劃老師遇到的是 那個網站剛好就沒有提供RSS 所以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 另外一種方法 好,另外一種方法 基本上大家都有了 像事實上RSS裡面原則上 大部分都是標題或調料內容 但是有的RSS也會有完整內容 不一定要看網站提供者那邊提供的 因為有的是像這樣 比如說你看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這個天下的 它是不是只有提供什麼 標題跟一部分的那個內容 所以你點下去 假設你這次有興趣 點下去之後 它還是會點到天下的雜誌那邊 去看它真正的內容 這樣你了解嗎 好 所以這個呢 是給您先看一下 當然像我們剛剛講的 在下面這邊 還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星號對不對 還有一個上面不是有那個標記嗎 你可以針對這一則 你覺得說 我想要給他 就是平常就要染成歸納的習慣嘛 所以你給他一些關鍵字 這個是跟什麼你自己所相關的 你想要給他一個關鍵字打進去 那你的關鍵字之間呢 就是用一個倒點隔開 辦請的倒點隔開 那這樣呢他以後再找就會比較方便 好 OK 那 現在呢我們來看的就是說 萬一有某些網站 他沒有提供RSS訂閱怎麼辦 我們在這裡 有兩種方法 在老師的這個講義裡面呢 我有特別提到 就是在這邊 萬一沒有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所謂的附加元件 好 附加元件 那火狐也有 Google也有 火狐也有 Google也有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用 我是比較請向老師使用這個Google瀏覽器的方式 也就是說 在這邊 比較請向老師用這一個 因為用這個的話 它是直接跟Google的RSS這整合 就是Google reader這整合 好 那上面這個的話呢 火狐的瀏覽器就比較單純 就是只要放你的火狐裡面而已 所以我先請老師先用下面這一個 那剛剛老師是不是都有試用過 用我的那個 提供給老師的那個Google瀏覽器 您去每一個網站 您會發現它的後面都有這個喔 有沒有發現每個網站那個網址的後面都有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 Page to RSS 這就是我先幫您講好了 好 那我們怎麼知道說 你的這個瀏覽器 到底有哪些所謂的這種附加功能 您可以到右上角這邊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好像這個符號 右上角 瀏覽器的最右上角那裡 你點一下 這裡呢 您可以看到會有一個叫做 工具 叫做擴充功能 好 您可以找 你點完之後呢 在這個工具裡面 可以找到一個叫擴充功能的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裡面有裝了哪些東西 平常 等一下附加功能是由這邊來控制的 有這邊來控制的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把它打開 工具 擴充功能 那 現在我當做什麼鞋啦 您們的應用沒有那麼多啦 好 那您剛剛所看到的那個RSS訂閱就是在最下面這裡 比如叫做Page to RSS 在這邊 那擴充功能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它軟體就是有更新的話 你打開瀏覽器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有更新自動幫你做完了 你不用擔心說 我還要重新安裝幹嘛的 好 這個是我覺得在瀏覽器裡面的功能 這樣是最方便的 你比較不用去擔心說那個 軟體有沒有就是版本 就是比較舊的問題 好 那您了解之後呢 您可以看 比如說像在這裡 萬一這個網站沒有提供 您就從右上角這邊把它按一下 或者我直接來訂天下雜誌好了 從這邊 我就從這裡這個 把它按下去 它就問你囉 你按下去之後它就問你 請問你要用Google的Webger 還是用Yahoo的還是用誰訂閱有沒有 假設你用的是Google的Webger 那它就跟剛剛一樣會加到那個Google裡面去 那我這邊呢 已經有做好一個了 我直接給各位看 在我的左手邊這裡面 我有一個 訂閱的 打在這裡 特地圖啊 現在是這裡 你看在這裡 我就有訂閱了 為什麼要先做進去 因為你現在訂閱的話 它要大概半天或一天才會自動幫你檢查一次 它沒有那麼勤勞 每五分鐘都幫你檢查一下 不用啦 我們沒那麼勤勞 就是它會矮一點點時間 那所以您現在馬上訂閱 不會看到更新 可是它只要養頁內容有更新 你這邊就會像我們剛那個 就是條例式的一樣一折一折的進來 你看像我這邊的話 我從之前先定了 開始 你會看到有一個之後呢 你在網上看 這裡有一個認識油門感軍有沒有 我雖然假設這網上沒有提供RS的訂閱 我只要按下去之後 它有更新的它就會列出來 它就會列出來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 它有按下去了 它還會告訴你怎麼樣 它還會告訴你說 哪邊有認識 有那個 就是這個 你看喔 中心時間 有沒有 什麼時候中心的 然後中心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裡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點過去 它有些地方呢 它會把你那個標示出來 它會告訴你說 哪些地方怎麼樣 那個不一樣 View InPype 好 它會告訴你 哇 這邊已經不見了 就是你點過去的時候 它會把你有變更的一張標示出來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它還蠻聰明的 不會說 在座有更新 然後你自己找 哈哈哈哈 又不是說你專門長 對不對 我們最重要就是說 在座哪裡有不一樣 所以它這邊都有告訴你 在座就比較方便 像有些網站即使你沒有提供 可是 我們利用這種方法 你就可以 即時的知道說 這個網站什麼時候更新 更新的哪些內容 那你就根本你有興趣的部分 再去看這樣子 這樣還是OK嗎 你可以先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剛剛有遇到 這個網站 它會不會RSS的 你就右上角旁邊按一下 抓到你的Google Reader裡面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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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